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这个标题党一些 设计师将此我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切呢要从我之前一开始所说的就是 这个最近今年的大形式 我们普通的设计师将很快会被飞速淘汰 那么今天大形式都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在跟这个邪恶的美国 在正在打一场矿日持久的这个贸易战 而且呢这个美国也已经先动手了 是吧 这个在加征关税等等的 很多同学说那么贸易战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是宏观经济的事情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我们这些一线的这个从事行业的这种同学 我们比如说在从事互联网工作 那么最简单来说 就比如说我比较想去腾讯 比较想去百度 比较想去阿里这样的公司 那么贸易战的第一个直观影响 就会使得这些公司的股价下降 那么股价下降同时也会影响的 这些公司他没有钱了就会紧缩这个就业口 也就是紧缩自己的high count 那么相应的 这些人进不到这些公司呢 他就会去一些中低端的公司 然后呢就会抢你的饭碗 然后慢慢的以此类推 然后不断的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就业形势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事情 除此以外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就业形势在这两年 而且是就是比较的美况愈下的 怎么说呢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最近还有一个小的政策叫做税改 那之前我们在各个大城市 其实不知道税改这个名字 之前我们在这个大城市 基本上我们上的保险跟公积金呢 其实按的是最低标准上的 因为我们中国是有户籍制度的 换句话说就是 你的保险和公积金 即使上的是这个城市的标准 其实到最后也是按照 你那个城市的这个标准来收 那么今年的一旦改革以后 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所有的小企业都必须需要按最高标准 或者说就是实际工资标准 去上这个保险和公积金 但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其实是国家在做 推进这个政策 其实无可厚非 是应该的 但这个呢 会使本来就比较的 这个这个 比较在初期 没有什么盈利手段的创业公司 就会相继的死掉 同学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那么在现在的 我的身边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同学 这个原来的公司 或者部门解散重组的情况 所以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形式 今年的冬天可能会比往年更加冷一些 这是这个形式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会有一个 相似范儿和我们之前同学们的 叫什么保修服务 那其实不是什么保修服务啊 就是说句题外话 就是我在前两天呢 让我们的很多同学 就是包括两到三年前上学的同学 回来反馈一下 你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那么如果上有一些就业 或者是工作中的问题呢 欢迎回来跟我提一些 那么这个再解决一下他们在找工作的问题嘛 在这里边呢 我会发现有不少的同学 那么其中有两个同学是 两名同学是被辞退的 其中呢 还有这个公司解散 什么投资人跑路的 等等的11名同学 除去这13名同学以外 将近20个同学呢 另外的七八个呢 有的是在工作中 其实想谋求更高的发展 想去跳槽 有的是这个不知道该不该离职 然后有的同学呢 就是让我看一下作品集 打算找工作等等的 这样的同学 那么绝大多数同学的情况呢 都是常见的 之前能常见的情况 但是呢 我们先拿 现在出现的比较特殊的 这几个同学来说 第一个同学 那么第一个同学呢 是大厂工作背景 然后月薪呢 一万四 然后两年工作经验 熟练掌握这个PSAI和Sketch 第一个同学呢 其实不是这个 第一个同学的意思的 其实我是把这个 被公司辞退同学的这个故事呢 给大家融合了一下 把它毁成了一个人 所以这个同学呢 其实他是有一个大厂工作背景的 但是其实我要想跟同学们说一下 就其实跟我们多年前的 对于大厂工作背景的那种 向往和大厂工作背景 对于我们来说的那个价值不同 今年 也就今年的这个情况 其实大厂的背景 会越来越不值钱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厂的人 就是BAT啊 这种人 其实每一年都会 固定形式的就离职啊 人员流失之必然的现象 那么我们又不能保证 每一个从大厂离职出来的人 每大厂离职一个人 我们就枪杀一个之前的大厂出来的人 保证人数保持不变 不可能这样是吧 你见过谁 哪个警察在大街上突突突 你是腾讯的设计师吗 帮枪毙了你 不可能这样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人数会不断不断的增加 而互联网不断爆发的一些新兴的新贵 比如说拼多多 去头条等等这些 之前明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或者之前根本没有的公司 又同样可以跻身到大厂之列 他们被百度啊 阿里啊 腾讯啊 这种BAT公司收购 那新的二梯队的这种企业呢 也会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崛起 比如说头条 美团滴滴等等这样的公司 那么小米啊等等 这就不在这边多说了 京东啊等等的 那么每一年 整个大厂都要往外流失很多很多的人 那么这些人其实都有大厂背景 就像是我们大学在扩招一样 在20年前我们要知道 大学生这个简直就是个金字招牌 你上了大学就意味着你以后衣食无忧 实际上在国外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的毕业率是有限的 可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呢 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值钱了 在5年前或者10年前 没有那么多公司需要要985二二工程大学 但是今年明年后年或者以后的时间 几乎你没有985二二工程大学的这个背景 就找工作就步履为奸了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体的身份都已经刷上去 时代变化 这些人员的含金量是绝对不同的 那两年的工作经验呢 却被互联网的快速更蹄而淘汰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们很多同学认为 上班以后是一种天天在认真学习 像学习学校一样 然后老师天天在教他新的知识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上班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是机械重复 我所说这个勾心斗角可能有些夸张 但事实上人事关系 其实是上班里边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如何增加公司的话语权 如何去让同事帮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更免不了一些口角等等这些事情 这是很牵着经历的 然后包括你对他的想法 他对你的刑法 还有包括公司里边有些KPI绩效考核等等的 那么我们想去提高自己 单纯从技法和能力上面来说 我们定一个时长很长的计划 但事实上以年为单位的话 今年和明年和去年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呢 时代在飞速的变化 你自己其实就在慢慢的退化 那新的知识如雨后春笋一样 旧的知识飞速贬值 我们在我们这行 单纯从同学们所能理解的这个叫软件知识来说 你要知道半年就将变成一次就是大的更新 也就是说我们的软件几乎半年迭代一次 比如说最近刚刚更新的PS2019 比如说Sketch52等等的 那很多的理念甚至就全部的颠覆 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iOS来说 苹果手机最新新出的几乎所有的手机机型 都适应了新的这种起流行一型屏 那么之前的举行那种屏幕就已经 那个适配方法包括设计方法就几乎全部消失了 那旧的知识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谈资 比如说我很擅长当年的时候 iPhone4到iPhone5的这个设计 就是如何把一个短短的960的这种屏幕 变成往上就是上下扩充 那么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技术 包括当年如何去适配一些一倍图 让一倍图看起来体积很小 但是还很清楚 这个技法呢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就只是谈资 没有任何用 这些知识其实基本上就已经被淘汰了 你根本用不上 就简单说来 就比如说我们同学在早期的时候 积累的比如说一些设计理念 设计思路 比如说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同学说 通过什么样的设计 把下面的底部图标变成常驻5个 因为5个是最舒适 用户使用的这种图标方式 我们当时说这个习客定律 是吧 包括是7加2 7加减2原则 但是这些谈资对于我们新人来说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天生就认为下面是5个 它已经约定俗成 甚至没有学习成本 那么而且时代也变化了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产品都是在0到1 也就是拓宽市场 我们对整个一个产品 到底有什么样 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形态 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比如说我们想去做一个单车的租赁服务 一个自行车的租赁服务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已经 无论如何都知道 固有的这些产品 大概都是什么样子了 其他的不外乎就是 这些产品的不断的堆叠 那么后面我需要的技能 不再是产品的艰辛探索 而是如何去优化产品 或者如何去增加产品的 产品的竞争力等等的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是完全是两个维度的东西 那我们之前的知识 在现在这个时代 也就没有用了 我们说一下他的日常生活 他日常生活 其实也没做错什么 就是他每天 朝九晚五的上班 然后晚上大概在9点多 因为离的公司比较远 大概八九点钟 回家 然后回家了以后 那时候看看电视剧 然后玩游戏等等的 然后就是周末时间 可能是收拾家庭 家里的东西 然后洗衣服 等等的这些事情 很普通的一种状态 而且他还很喜欢摄影 经常会跑到 北京的各种各样的城市 经常跑到北京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故宫 比如义和园 等等的地方去拍照 那么这些工作 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协调方式 其实远远谈不上错 是非常正确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几乎这样的工作方式 就造成了他一年多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成长 而他作品集 在我看到的时候 和两年前让我看到的作品集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他几乎没有做错什么的 这个举动 就使得他到现在 两年以后公司部门解散 再去跳槽 就找不到工作了 那其实也不能说找不到工作吧 就是其实也只是面试了 一个月左右 还没有结果而已 那么那这件事情 到底他做错了什么 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 我记得当时 诺基亚在被苹果手机 操控那一时刻 然后就是他们写了一篇 公关文章上面说 说我们好像也没做错什么 但不知道怎么就输了 好 我也经常会跟当时 他们这些同学 去说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不把设计变成生活 如果你不把学习变成习惯 你可能不太适合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这一行 就这一行呢 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 就是说你可以工作两天 或者说我通过一个特别好的技能 进去以后就长时间在这个行业里边 就生活下去了 或者说长时间在这个行业里边 就会越来越好 比如说什么行业是这样 比如说律师是吧 随着我的工作时间越长 比如说医生 随着我的工作时间越长 积攒的案例越多 我越来越有价值等等的 这些行业都是你自然而然就会往上走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它的变化不由于个人 它是由于外界 比如说你每年所学的知识是看着苹果 你每年所学的技能是看着市场 就是你每年都需要被动去接收这些知识 而不是你可以根据自己去提高自己的 精进自己的手艺 这是我们这行特别郁闷的一点 那如果你不把设计变成生活 你常生活中不断的还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不断的去学习这些东西 那你必然会被淘汰 如果你不把学习这件事情变成习惯 你天天都要去接收新的知识 很快就会被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互联网行业 就会被淘汰 那么我当时跟他说的就是 他问我说老师 你能不能给我一套作品集 或者让我看一下 像素范儿的课程更新的东西 在我给他展示了像素范儿最新的这个作品集 以及课程内容的时候 他会特别的吃惊 他会觉得 哇原来两年之中 学校的东西已经更新了这么多 但是在这里边呢 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这些东西给他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这些东西大概是什么样 然后用那么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把很多的知识给他伪造到他作品集中 可不可以让他迅速的找到一份工作 当然可以 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 培训行业里边 这个比较擅长的事情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那么他现在这个技能即使学会了 然后找到这份工作了 先不说他在工作中到底能不能把短时间包装 伪装的这些作品或者这个能力 或者这些技巧真正用上 即使真的用上了 那么他在一年以后还会因为自己的生活状态 照样还是被淘汰 就像是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 就急不就穷 我觉得他的问题不是急 是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他现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根源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就像我们发烧 你脑袋上贴一个那个冰块 然后凉毛巾可以让你迅速的降温 但是你的病依然还在 所以我尝试去帮他整个去解决这个问题 从根源上 让这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去为 自己的竞争力降低而在烦恼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小段视频先放到这 给大家卖一个关子 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会同时更新这个下一趴 也就是说我到底如何给他诊断这个问题 以及该如何去改变这个事 改变他的现状